杨幂参加活动被旁边的小女孩踩到群里,她的反应证实了人品。 刘凯威与杨幂的离婚传言一直备受吃瓜群众质疑,杨幂对这个问题一直没有正面回应过,反正这件事一直在网友的热论中,不知道是他们默认了,还是把这个当作炒作工具。 杨幂在参加一次电影发布会的时候曾被记者提问说,如果感情出现危机是否会挽救,杨幂回应说,我不会挽回,也不后悔。 不管是出席晚会还是参加活动,很多女明星的标配都是一条纤细的长裙。 但是穿上长裙,必定是没有和身的衣服来得盖链自在,不过为了美也是值得了。 只是穿上长裙,有一件麻烦的事情就是可能会被别人踩到,聚光灯下亮眼的女星被人踩个裙脚顺带扒到了,那可是真的出丑了。 不过同样都是穿长裙被被人踩到,杨幂和林志玲的反应真的区别好大。 之前杨幂去参加一场时装展的时候,杨幂就是身穿一件仙气长裙,作为嘉宾到场的。 坐在第一排观看走秀的大秘密也是美如画,上身穿着一件薄荷绿的针织衫也很衬她的气质。 不过坐在一旁的小姑娘倒是比较无聊的状态,一直在踩杨幂的裙脚,这样白净的裙子怕是弄脏很多了。 好在杨幂也没有训斥这个小姑娘,只是看了看她没说什么,小姑娘恨自觉就把脚移开了,而杨幂也继续和身边的人一起看秀。 看来大秘密也是非常的接地气,并没有非常的嫌弃,或者是让小女孩把脚拿开,淡定从容的表现让网友纷纷点赞。 而参加综艺节目作为首席官的杨幂,在选择新年的时候,直言,很喜欢真实的东西,所以选人还是看人品,为大秘密点个赞。 对比杨幂,林志玲的做法就一直被人谈论了。 同样也是出席活动,林志玲身穿一条黑色长裙看起来非常优雅,同行的工作人员不小心踩到了她的裙子,导致她都差点摔倒了。 林志玲马上非常凶地提问她,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啊? 因为林志玲的态度不好,之后工作人员也发起了脾气对助林志玲打骂。 其实这种彩裙摆的事情可大可小,有时候是轻轻磕碰有时候也会导致受伤,很多人确实不是故意为之的了。 有时候不要这样给礼物饶人,想必也不会有这么多是非了。 不知道你更喜欢杨米还是林志玲的做法呢? 喜欢这篇文章吗?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。